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内容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Build the 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全球自然灾害严重地方排行榜 榜首菲律宾,中国比日本严重 全球自然灾害严重国家排行 第一至三十四名 毫无疑问 这个排行榜基本上就是一个直线硬上阵 乘风破浪的勇士的名单 它填写了那些最容易遭受自然毁灭的国家 但也让我们见识到各国面对灾难的决心和果断 菲律宾得分46.86 这个国家拿到了这个无奈的榜首 以其繁复的地理环境和频繁的自然灾害 这个名字可能并不出人意料 台风、地震、洪水 这些灾害在这里几乎是家常便饭 印尼得分43.50 有了世界上最多的火山 你可能会想象到 它们每年要面对多少次的火山喷发 再加上地震和洪水 这个国家的自然灾害风险无疑非常高 印度得分41.52 与前两个国家相比 印度的自然灾害可能并不那么的惊人 但是人口众多 而且大部分人口集中在易受灾的地区 这使得它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特别的脆弱 墨西哥 得分38.17 地处板块交接处的这个国家 每年都要面对地震的威胁 另外 处在飓风区 也使得它们常常遭受飓风侵袭 哥伦比亚 得分37.64 和墨西哥一样 同样位于板块交接处 地震频繁 另外 哥伦比亚还时常遭受来自加勒比海的飓风袭击 缅甸 得分36.16 这个给人以神秘之感的东南亚国家 由于地处多个地震代交接触 其地震风险异常显著 一次次地震给了缅甸人民沉重的生活压力 墨桑比亚 得分34.61 偏远的地理位置和较为落后的基础设施 让这个非洲国家的灾害恢复能力变得比较低 俄罗斯 得分28.2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面对的自然灾害类型繁多 包括冰雪 雨漏 山体滑坡等 孟加瓦国 得分27.29 作为一个主要的河流国家 孟加瓦国每年都要面对严重的洪涝灾害 尽管他们以娴熟的捕鱼技术文明 可是面对毁灭性洪水 他们也无能为力 中国 得分27.10 中国不仅地大人重 而且地形地貌复杂 因此面临的自然灾害种类非常多 包括地震 台风 洪涝 旱灾 雪灾等等 尽管中国政府仍在做出千方百计的努力 但是面临如此多种灾害的挑战仍然不小 这个排行榜不但明确地描绘了 全球自然灾害的严峻现状 同时也暗示了全球应对 和减轻自然灾害的重要性 这是由独立非盈利研究组织 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举行的全球自然灾害风险排名的11至20名 巴基斯坦 得分26.45 这个国家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路 地震风险极高 同时 山洪塌方等灾害也时常发生 秘鲁 得分25.55 作为安地斯山脉中部的国家 秘鲁面临着较为频繁的地震和山体滑坡 越南 得分24.39 全年受热带风暴影响 加之地处板块交接处 地震风险较高 美国 得分22.47 面临着飓风 地震 森林火灾等多种自然灾害 澳大利亚 得分21.54 一发生森林火灾和干旱 且南部地区有地震风险 泰国 得分21.09 受热带风暴频繁影响 地处板块交接处 地震风险较高 日本 得分20.86 地震 台风 火山等自然灾害频发 是全球公认的灾害多发国 伊朗 得分19.72 这个国家地处多个板块交接处 地震频发 加拿大 得分19.17 恶劣的天气 极度干旱 森林火灾等都对该国构成威胁 埃及 得分17.76 尽管大部分地区十分干旱 但尼罗河流域的洪水仍对其构成威胁 在全球自然灾害风险排行的第21至34名中包括 土耳其 得分16.17 这个地处欧亚交接的国家 除了地震频发外 还有干旱 洪水等各种自然灾害 阿根廷 得分14.88 尽管阿根廷的气候相对温和 但仍要面临洪涝和旱灾 巴西 得分13.47 这个地处热带雨林区的大国 每年都要面对洪水和干旱的双重威胁 意大利 得分9.97 作为一个地处地中海地震带的国家 意大利的地震风险极高 另外还经常发生滑坡和洪涝 西班牙 得分9.64 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属于半干旱区 旱灾较为严重 沙特阿拉伯 得分8.76 这是一个地处沙漠的国家 除了沙尘暴 热浪外 沙特阿拉伯还会遭遇极其罕见的洪水 法国 得分7.39 法国位于欧洲内陆 虽然地震不多 但是它经常会受到风暴的影响 英国 得分5.66 作为岛国 英国的大部分灾害都与海洋有关 比如海啸和暴风雨 德国 得分4.3 德国位于欧洲内陆 地震并不多 但是会受到暴风雨和洪水的影响 挪威 得分2.89 作为北欧国家 挪威最常见的灾害就是雪灾 夏季也有洪水 芬兰 得分1.43 虽然芬兰的气候较为寒冷 地震风险较低 然而它也会经常遭遇雪灾 奥地利 得分1.15 奥地利位于欧洲中心 主要灾害有雪灾和洪涝 丹麦 得分0.99 这个北欧国家 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于海洋 这包括风暴和海啸 新加坡 得分0.63 这个国家丧失的风险 主要来自于海洋 主要包括热带风暴 总的来说 每个国家都有其自然灾害的情况 只是风险等级不同 高风险并不意味着该国不能应对 事实上 许多高风险国家都非常有效地 应对了自然灾害的威胁 然而 低风险也并不意味着就无需准备 正如新加坡所示 尽管风险较低 但仍需防范可能的风险 请详细介绍 自然灾害对人类的主要破坏情况 自然灾害无疑是对全球的人类生活环境 经济 以及生态系统 带来巨大破坏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下是各种自然灾害 对人类可能产生的主要破坏情况 地震 地震可以紧接着引发洪水 土石流 以及山体滑坡等连锁反应 地震还能毁坏城市基础设施 比如房屋 桥梁 以及公路等 让人们在瞬间失去住所 并且还可能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洪水 洪水会淹没土地 造成大面积的农作物减产 还可能淹没城市 造成人员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 并且洪水还会引发疾病的传播 危害人类健康 台风 飓风 旋风 台风等可以直接毁坏房屋 农田 以及基础设施 并且还会引发海啸 暴雨 以及洪水等次生灾害 对人类生活造成多重威胁 干旱 干旱会导致水源短缺 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严重的话还会导致饥荒 干旱还可能引发森林火灾 不仅破坏生态环境 还可能威胁到附近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 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会喷出大量的熔岩和火山灰 直接威胁到生活在附近的生物的生命安全 火山灰还会严重影响空气质量 对人体呼吸系统造成影响 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破坏通常具有突发性 不可预见性以及范围广大的特点 因此 防灾减灾工作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在自然灾害面前 人类需要加强科研 提高预测精准度 同时还要加强公众的防灾减灾教育 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请详细介绍人类对抗自然灾害的情况 面对自然灾害 人类已经采取了许多策略和方法 一方面是尽量预测和防止灾害 另一方面是最小化灾害后果 并进行有效的应急响应和恢复 以下是其中一些主要的对抗自然灾害的策略 灾害预测和预警 科学家们利用各种先进技术和模型 如地震监测设备 气象卫星等 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地震 台风 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时间 地点和可能的严重程度 定期的灾害预警 可以让人们有时间在灾害来临前做好准备 从而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 灾害防御工程 包括建设堤坝 海地等防止洪水侵袭 维燕 滑坡防治等防止地质灾害 以及耐震建筑 火山观测站等来防备地震和火山爆发 灾害应急和救援 当灾害发生时 政府和救援组织会立即行动 提供救援物资 救援人员 并进行灾区现场的抢险救援 以求减小灾害带来的损失 灾后恢复和重建 灾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同样重要 这包括重建房屋 修复基础设施 医疗援助 心理咨询等 提高公众意识 通过教育和公众宣传 人们可以了解 如何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 增强公众的灾害防范意识和自保能力 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 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 可以提高环境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 减少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灾害带来的影响 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 人类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和更频繁的自然灾害 因此 我们需要持续提高科研能力 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应对自然灾害的挑战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了 全球自然灾害严重国家排行榜 以及人类对抗自然灾害的情况 从这些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 自然灾害对于人类来说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技和努力 来减轻灾害带来的破坏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行榜 菲律宾 印尼 印度等国家 被列为最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 这并不意外 这些国家的地理环境 和频繁的自然灾害 使得他们成为了勇敢的战士 而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也面临着多种自然灾害的威胁 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应对这些挑战 其次 我们也看到了人类对抗自然灾害的努力 灾害预测核预警 灾害防御工程 灾害应急和救援 灾后恢复和重建等 都是我们对抗自然灾害的策略 通过这些努力 我们可以减少灾害的破坏 并且提高公众的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 然而 面对自然灾害 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使得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和严重 因此 我们需要持续加强科研能力 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应对自然灾害的挑战 最后 我想请问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于自然灾害的防范和应对 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Rudu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